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曰鲁魏之镇 鲁国魏国接连着 武王平定殷座王后 封周公于鲁 封康淑于魏 周公的兄弟 兄弟九人 这两人最亲密 伯秦康淑办政治都好 所以鲁魏多君子 魏如齐伯玉等 兄弟也 鲁魏二国的政治就像兄弟 原先二国就是兄弟 政治也好 汉著如此说 汉朝大鲁的注决 如此说法 到孔子时 鲁国有三家 剥夺鲁君政治 形成君不君 臣不臣 魏国则 互指争国 互不互 指不指 互亲 儿子 互相 争取国家的 政权 所以 魏国是互不互 指不指 鲁国是 君不君 臣不臣 所以有人说 汉著以为说后段有伤忠厚 但是 确实有君不君 臣不臣的事 另有一章 子贡问 伯夷 俗其 何人也 的事 孔子最终 还是不去 为国 从政 所以子贡问 孔子 要帮助 凯溃 还是 责 孔子 谁也不帮 今日政治的事情 你们能办得了吗 无也不能办 写入老人说 今天这个政治的事情啊 他也办不了 那我们当然就更办不了了 但是写入老人他讲 但是无有一法 就是不合作 给无钱 无也不为 就是 给写入老人的钱啊 他也不去做 因为做的都是不如法的 若 以志同道合者合作 无拿钱出来 无也愿为 那如果呢 大家都是志同道合者 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合作 那自己拿钱出来 写入老人说 他也愿意为 他也愿意做 无的所为 绝无混水摸鱼 没有对不起国家的 是真正爱国者 那么这是写入老人啊 对这个政治的一个态度 如果不如法的 那绝对啊 他不会去参与 真正如理如法 办政治 他自己拿钱出来啊 帮忙 他都愿意做 所以这个 政治啊 那么现在很乱 现在真的是 我们 办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 写入老人的 这个 态度 这样来做 就符合啊 这张经 的 教导了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这张书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君